一句說完,代數就是一個正面回答你 而選擇用例子回答你的一個學科 舉個例子,例如我有一個未知數 我有一個未知數 如果你問我,我不會正正經答你這個未知數 究竟是什麼 而取而代之,就是我舉一個 我拿著這個未知數去進行一些加減乘除的運算的例子 從而有個結果 我將這個過程和結果告訴你 然後要你找回未知數是什麼 這個情況一點都不奇怪 就正如對於很多人來說,年齡是一個秘密 你問他,他不會正正經答你,他究竟是幾歲 而正正是這樣呢 在代數的這個範圍,我們日後就知道了 有很多例子,其實都是跟計年齡有關係的 可想而知,代數是多麼有用 那如果這些題目呢,要怎麼做呢 一般來說,我們會分開四步的 第一步當然就是 要假設我們的未知數 我們找一個英文字母代替它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用X的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要根據上面這一條題目 這一條題目 而去列這一條方程式出來 就是X加4等於7這一條 然後第三步呢 就是負責運算 在整個中學的生涯 我們都會花大部分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我們的目的呢 是要 將未知數 放在一邊 從而等於另一邊就是這個未知數的答案 對於怎樣 由這一步去到這一步呢 我們會有很多方法的 那遲些慢慢再講完 那最後第四步呢 由於這一條是一條文字題呢 那就要解答的 那麼 中文版和英文版都在了 那麼 整個就是一個代數的架構了 那麼呢,這次先講一下架構 其他一些,遲些再講 好